大家好 这里是一鸣说国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频繁在中国周边海域挑衅的新闻 就在美国政府和军方还在为那艘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在南海的事故遮遮掩掩的时候 另一艘配有所谓激光武器的美国驱逐舰又在东海出现了 据美国国防部下属网站发布的消息称 杜威豪驱逐舰当天正在东海进行活动 并且还组织舰员进行了视觉信息收集 舰船动力设备维护等等项目的训练 而根据美国军方公布的照片显示 在所谓的视觉信息收集训练当中 多名舰员在舰桥上使用照相机、摄影机等等设备 对着海面来进行拍摄 据了解杜威豪是美国海军最新部署到日本横须鹤港的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与其他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不同的是 杜威豪驱逐舰配备有被称之为奥丁的激光炫目武器 同时也是美国海军首艘配备激光武器的驱逐舰 据资料显示 这种武器的全称是海军光学炫目拦截系统 是一种主要用于干扰、拦截、无人机的光学传感器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美国海军第一次将具有炫目功能的独立激光武器系统进行作战部署 但是在这次遭到披露的消息当中 美军没有透露这种武器的具体性能 面对美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愈演愈烈的挑衅行为 在最近开幕的香山论坛上 中美两国专家都对美国近期的军事行为表示出了担忧 据统计 今年以来 美舰机抵近中国岛礁沿海侦察近2000次 这种高频度抵近侦察严重的危害中国主权安全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必然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 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擦枪走火的风险 但是想改变当下局势 问题还是在于美国高层是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 而从更深层次的看 美方应该放弃把中国作为威胁的战略误判 才能从根本上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进行调整 改善两国在南海和太平洋地区当中的紧张态势 中美双边关系是足以影响到国际和地区形势的重大变量 因此美国应当摒弃冷战思维 放弃企图遏制中国的战略思维 才能开辟两国合作的巨大空间 才能真正的造福世界人民 对于 感谢观看